与美国政府维持半世纪关系的小灰人 1.自从1947年小灰人的第一艘坠毁了的飞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被发现以来 他们就一直在给你们的政府制造麻烦你们所发现的创造物 这是你们对他那么认为的 既让你们惊骇也让你们迷惑当局立刻就被通知了 然后现场的一些平民被命令保持沉默 空军立刻带走了坠毁飞船的残骸及其内部成员 有一名还活着一个特别任务小组被组织起来 用以研究这个发现并且给出建议那个幸存的地球外生命体被带至一个实验室内 并且日夜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 在那里过了几年之后 他死于不明的疾病这是你们与小灰人的第一次遭遇 小灰人 Grace 其他的政府也与小灰人有过一些遭遇 但是没有一个达到如你们政府一样深远或复杂的程度 美国是唯一与小灰人进行过交流的政府 还包括一份条约 不过其后来被证明是假的 其他的政府纯粹只是简单的遭遇了小灰人及其他的的外生命体 对这些会面还有其他的目击留下了报告 比起其他国家 小灰人对美国最感兴趣 因为他们将美国视作最有力的国家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 但是他们低估了你们的智慧 以及你们对自由的热爱 如果不是为了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 你们应该是个难以对付的对手 不过 他们的技术并非如他们想要你们认为的那么强大 你们的政府不知道怎么处理小灰人与他们已经维持40多年的关系了 这期间不同的政府上台又下台这些年间 每一届政府关于小灰人都知道一些与他们的条约 以及你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历史 不过 这些年来连续性被丢失了 事实被混淆了 而导致现在没有人知道整个故事 这些与小灰人的谎言一道已经让这种局面越来越不容易管理具体负责 这些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参与了最初的飞船回收 以及条约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点像是传递秘密的游戏 Pass the Secret 没有一个最末尾的人会知道秘密是什么 这对小灰人来说很好 因为时间越长 他们就越能让他们的活动保持秘密 并且也越能让你们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 他们试图将你们的政府逼到死角 这样你们的政府就会做出一些激进的事情 比如引爆一个核装置 通过定位在美国 他们希望你们会毁灭你们的国家 只是为了从他们手里保护你们自己 他们不想要政府告诉大众关于他们的事情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能够煽动那些领导 这些秘密交易的人们去攻击他们 小灰人相信如果让大众知道他们 那么你们毁灭你们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他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们正在与正面的的外生命体 通信他们认识到正面的的外生命体 才是他们真正的难题 小灰人不想让你们拥有任何将会挫败他们计划的信息 同时有足够多的人们都可以揭露小灰人及其他们的骗局 如果大家相信那些人们的话 小灰人意识到在正面者出现并揭露他们之前 他们的时间很有限 他们只能希望在那之前 他们能制造出足够的混乱 以至于就算正面者出现并揭露他们 也不会有人会听那些话 这是他们的希望 不过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一些事情 一些会赢得你们信任的事情 一些我们还不能告诉你们的事情 二 小灰人有同盟们在帮助他们 主要是负面的猎户作人以及他们的黑衣人 Man in Black 这两个团体在这40年间一直都在互相联系 并且互相支持对方的行动 不过他们只是出于对双方都方便 所以才会合作 如果这一点改变了 那么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开战 这在他们所谓的联盟期间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他们双方都有一些伤亡 他们并不反对互相残杀 假如他们认定他们中 有些人在干涉其目标的话 一叮 这才不辜负服务自我的美名列 嘿嘿嘿 小灰人与猎户作人 是不相配的 他们笨拙地在一起工作 这是因为他们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猎户作人 试图控制所有人 这导致在作为一个单位 而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很多问题 而另一方面 小灰人则习惯于作为一个团队而运作 义住 因为小灰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被迫通过遗传工程来生育 所以就失去了每个人的个体性 由于这些文化上的不同 使得小灰人认为猎户作人是无组织和不可靠的 而猎户作人则认为小灰人是容易被控制的绵羊 不过 小灰人有他们自己的领导力品质 Brand of Leadership 这是以他们自己独特而神秘的方式而实现整体的领导能力 It is leadership by the whole in their own unique mystifying way 如他们那样协调一致的运转是与服务自我者这个字眼相矛盾的 但他们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同 小灰人和猎户作人在这个任务中相处的并不好 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在他们行动效率的低下上 他们也没有尝试去理解对方或是去利用对方的优点 讽刺的是 小灰人和猎户作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无能的 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不足 这让他们两者都对失败更加的脆弱 小灰人在身体上还很脆弱 小灰人在地球上哪怕待在短的时间也会大幅度缩短他们的寿命 并且已经导致有些人死亡 其他的小灰人深处在环绕地球的飞船中 他们的人数仅数以千计而不是数以万计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怎么会认为 以这么少的人数 他们就有能力奴役你们以让他们维持在地球上生活 这只能用服务自我者的本质自我为中心 天真缺乏对个人缺点的认识来解释 只有当你们认识到他们在心理上就跟孩子一样生气的时候 你们才能够理解小灰人的行为 像孩子一样 他们没有能力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来看待生活更进化的存有们理解这一点 所以并不期待他们会那样做 就如同你们也不会期待一个孩子举止如同大人一样 更进化的存有们并不感到与服务自我者之间有优劣差异 他们明白进化的这个级别 并且想要帮助他们 我们提到这些是为了让你们能开始以他们原本的样子来看待他们 而不是以他们所认为的样子来看待他们 他们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服务自我者们只能奴役那些倾向于受害模式的人们 在你们的人口当中当然有一些人有这个倾向 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并非如此你们的国家 尤其是尊重独立、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国家 所有这些价值观与服务自我者都不相容 因此虽然美国与服务自我者之间建立了关系 但是美国却是最不可能败给服务自我者侵略者的国家 三、欲进而返远 彩虹意 They have only gotten as far as they have 意诸,这句实在不知如何联系上下文翻译 所以不翻译了,求教 因为他们一直在利用你们的恐惧 以及你们将暴力作为问题解决之道的信念 They have only gotten as far as they hav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playing on your fear and your belief in violence as a solution to problems 意定义,以玩弄你们的恐惧和信念 作为一种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他们最多野警也能做到这地步 他们如同镜子一样映射出你们自身的攻击性 并让你们对之害怕他们的战术并不完全像你们一样 他们并不用武器去征服他们 假装他们是用武器去征服样子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你们所害怕的 也是你们预期一个敌人所应试的样子 他们在玩你们的游戏 并且用其吓唬你们不过 他们的游戏要更加狡猾和阴险的 他们正在玩那样的游戏 他们通过恐惧来征服 通过唤起对方的恐惧来控制对方 因此他们在研究是什么 在一个种族心中引起恐惧 然后利用这些来对付你们 他们明白恐惧才是真正的武器 在近年的冷战过程中 你们也学到了这一点 你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 即使你们的敌对势力只是相信你们有那些武器 你们也可以赢得这场冷战 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任何办法 能确切的知道对方是否拥有武器 以及拥有多少武器 因此 欺骗与实际囤积武器同样管用至少欺骗 不会耗尽你们的经济 这对你们来说已经成了包袱小灰人并不愚蠢 就算他们是利己主义的 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那样 小灰人正在研究恐惧是如何以生物化学的形式 在人类身上被制造出来 他们也正在研究是什么 让你们恐惧他们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就要准备实施他们的计划 不过他们将不会被给予机会去做 因为正面者们将只允许他们到此为止 如果允许他们继续超过某一点的话 就会有太多的东西处于危险之中 这点请你们放心 因为正面的的外生命题们确切的知道 小灰人要干什么 以及如何去对付他们 负面者们认为正面者们是软弱的 他们把他们的不干涉看成是软弱 以及是一种许可他们并不理解正面者不干涉的原因 也不知道正面者是多么的有利 因为正面者们从未对抗过他们 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这让负面者们断定正面者们将不会出现并对抗他们 不过他们错了 地球以及他的人类们是如此的珍贵 以至于不能失去尽管宇宙如此浩瀚 地球在宇宙中同样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其唯一性之中 蕴含着对整体的重要 其唯生活于其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份经验 而这种经验是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被复制的 单单只是负面者们的话并不足够强大到能打垮地球 不过地球现在很脆弱 令人担心的是 他们能通过让你们脱离你们的转换 或是挑唆你们用核武器毁灭你们自己来打败 你们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灰人才是危险的 他们也知道这一点 他们知道你们是脆弱的 并且他们也有机会去征服你们 这就是为何他们现在会在这里 服务自我者们捕食软弱和脆弱之人 压迫者需要受害者 由于你们星球上现在的情况 而并非是由于你们作为一个人类 而倾向于受害而使得你们容易被他们所害 这是一个关键 而这也是负面者们看走眼的地方 4.小灰人的狡猾在于 给你们政府中那些不得不应对小灰人的人们制造问题 他们那时假定小灰人有能力制定并遵守协议 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协商与和解 并不在小灰人的行为聚目里 小灰人并不相信协商与和解 他们认为不管是谁 和解就是软弱当然 他们并不会让你们知道这一点 但是在他们与你们的交往过程中 这一点能看得很清楚 只是因为他们能以这种方式操纵你们 由于你们对他们的信任 所以他们才和你们玩这种谈判和条约的游戏 这是另外一种服务自我者常用的策略 也是他们试图牺牲别人的一种方式 他们利用别人的好意与信任 就如同在教他们不要做好人或是去信任 实际上他们觉得有责任要教导服务他人者们认识到其道路的愚蠢 并且他们常常暂时性地取得成功 对于服务自我者们来说 大多数的服务他人者总是会回头继续服务他人和信任他人 这只不过是服务他人者们并不非常聪明的一个证明 像你们说明到底服务自我者向什么实际并不容易 因为他们在核心点上的不同 不过他们如同任何其他创造物一样都被造物主所珍视 并且他们的道路有其自身的目的服务自我者们引起矛盾和冲突 而这如此成功地推动了进化 有些人不得不扮演反面人物 同时也非常有效地发展了理性与智力服务自我者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聪明 如果没有被应用到这样一种误入歧途的结局上来的话 那么其将会是令人敬佩的他们所没有得到发展的部分是与神性意志的调和 不过从造物主的观点来看 这将很快到来 造物主乐意允许其创造物选择服务自我作为一条暂时的道路 小灰人很聪明地操纵着你们的政府去按照他们的指令工作 他们设法让政府在犹他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以及科罗拉多州的交界地带 为他们建造地下基地这解释了那里有很多UFO目击的原因 在那里小灰人实施遗传和其他方面的实验作为交换 他们提供给美国政府一些技术上的信息 不过到目前为止提供给你们的技术不是有缺陷就是无用的 甚或是危险的其中的一些技术已经帮助你们制造了核武器 这是他们希望你们毁灭自己的那些武器在同他们交战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技术都是冒牌或他们不会提供任何能使你们变得强大健康或幸福快乐的东西与此相反 他们想要对你们起相反的效果尽管他们装作不是那样 你们的科学家们受骗于新技术 并且小灰人利用他们的贪婪来对付他们在某些绝密项目中工作的科学家们 想象着他们将会获得的技术上的突破 这让他们得到全球的认可不过 当所有这些都珍惜